在笨珍 好几家的老字号云吞面摊 都已经有超过50年的历史 不过这当中 只有一家依然制作传统的 竹生面 新济云吞面的 老板你好你好 你好 新济云吞面的现任摊主陈兆炯炯 自13岁开始帮忙父亲卖云吞面 原本是以推车方式营业 直到1988年才在茶室内设摊 听说你的面还是自己打的 自己打的 怎样打 要啦 用手擦 用那个 猪干猪干 直到今天 陈师傅依然以最传统的方式打面 面团铺在长桌上 然后做上竹竿的一头 点着脚边起边跳 左右来回碾压面团数十次 直到面团有一定的筋度 这种竹生面没有经过蒸煮 也无需风干 面条比较湿润 越新鲜吃 香味越浓 难免可贵的是 当其他的面摊都改用机器制面时 陈师傅依旧坚持使用竹生鸭面 算是笨针云吞面摊中最为守旧的一味 为什么还要用竹竿呢 我看很多都已经没有了 不要了 因为我是年纪有多 我的孩子不要卖 只要我一个人做而已 我就用原子原创就好了 听到陈师傅说 一位孩子不接手 所以只剩下他一个人做 心情一方面是感伤的 但是矛盾的事 也恰恰是这个原因 陈师傅因此不做长期的打算 不构置制面机器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品尝到 传统竹生面的面条质地 好吃 很好吃 它的面比较不一样 确实哦 它的面咬下去比较有嚼劲 对不对 对对对 陈师傅同样用辣椒酱 番茄汁 白油和麻油拌面 不过那特色是面条捞得较为湿润 现在在笨针只有剩下它这一档而已 剩下它一档 用猪干压面的 以前就几乎每一档都是 陈师傅的父亲陈殷汉 1930年代从中国广东新惠南来 从一位同乡身上 学会了制作竹生面之后 便在1953年 开始在笨针卖起云吞面 以前父亲教你的时候 有没有跟你讲说 诶 擀面一定要怎样怎样 分促你这样 有有有 它叫我水不要太多 啊啊 要鸭蛋 比较好 鸭蛋 因为鸭蛋没有了 鸭蛋了 诶 为什么以前会用鸭蛋啊 因为以前 那个乡下每个家每家每一步都要鸭水 啊啊 要辣吗 然后鸭蛋就很普遍 啊 比较蛋白比较多 所以放鸭蛋 放鸭蛋放一点水 要放水 所以你看他们以前做面啊 都是用那个鸭蛋 为什么用鸭蛋呢 因为鸭蛋的蛋白听说呢 比较浓稠 所以你制作出来的面条呢 它的那个质感呢 就比较有弹性 另外一点就是以前呢 那个鸭蛋很普遍 所以也比较便宜一点点 但是现在呢 鸭蛋比较难找 对不对 啊 鸭蛋比较难找 陈师傅说 如今呢 早已经无法奢望 要尝到用鸭蛋制成的面条 就连使用竹生制面的面加 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用手工擀的面比较软Q软Q这样 软Q软Q 比较有弹性 机器的比较 好像实实这样 硬硬实硬实硬这样 也是不错也可以啦 也不错啦 所以机器做的可能就千篇一律 它没有那种力度的分别 对一般人来说 竹生面和机器制作出来的面条 在质感上的区别 或许是细微的 然而对于制面师傅来说 每一撮面只要握在手中 便能清楚地感受到 面条的干湿软硬与弹性 于是陈师傅选择继续守旧 继续用时间和劳力 来换取外人看来 也许是微差的区别 吃到这边的面 就感觉到很清洁 你去外地吃不到这样的面 有时候感到很不自在 所以你们笨层人出到外头 因为外头卖的都是那种 酱油的 对 那你们吃到那种的话 你们的感觉又是怎样的 不同的 那种一种好像感觉很不习惯 就觉得云吞面不应该是这样的 对不对 对啊 因为从小就吃这样的面吃惯了 所以去到哪里回到笨真 就要吃这样的面 不管外地人懂不懂得欣赏 能不能接受 这种茄汁云吞面 早已经形成了笨真 最有代表性的在地美食 无形中更是构筑了笨真人 在味觉上的一种香愁 这次在张大哥的协助下 追溯笨真云吞面的写之绅士 就仿佛像是在做口述历史般 跟着一道道的线索 逐家地寻访了 笨真云吞面的老字号 长了一叠又一叠 变了调的云吞面的同时 就像是走入了历史隧道 一路细绝着 这一道笨真美食的 前世与今生 这让我看到了 一道广东人的云吞面 如何在一个 福建与潮州的社群中 因为一个卖云吞面的蒋光钞 一时的灵感创意 而孕育出云吞面的另类基因 连锋都吹得起的超薄叉烧片 足以让亚犬面店 在茄汁和云吞面之间 还多了一个叫人感到自豪的理由 为了自立门户 而经历了家庭风波的行刑创办人 却将笨真云吞面的名字 发扬光大 不加茄汁 也不加辣椒酱的蚝油面 似乎注定要面对 只有两成支持率的 残酷局面 唯有加入潮州鱼丸 才算正宗的云吞汤 搭配潮州人喜欢的面箔 让广东云吞面也融入了潮州特色 因为孩子不接手 而唯有继续地点着脚 边骑边跳 用足声压面的陈师傅 依旧执着面条质感的细微区别 当然还有那一位 每每回到笨真 就要吃茄汁云吞面 尝了一口就猛赞好吃的张大哥 依然每一天 像笨真的流动风景一样 骑着脚踏车 主家拜访他口中 那一碗碗同样叫云吞面 可是呢 样子却是红光满面的云吞面 第一家是那个 人家叫的外号 是螺的 第二家是阿庄 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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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教给他的孩子 对不对 第三家是 潮州人 潮州人 在巴沙 采孙 这是我们 有一天老板你会不会说用机器 想是想 但是年子多了就不要了 你整天都在这买面打面 打面我老爸打 我没打过 我没打过面我老爸做的 我老爸香港做过茶轨 所以他还要晓得这些东西 我还没有吃过 海外 我来吃过茶轨 我来炒 你去那里炒 我来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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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里炒 我来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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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到它就是用这个半年60年 这个石头的idea很厉害 现在很空洞 而且买温饭面 可以买到温饭面有完工资 在头一家 所以我们就很体育的 水面两角 干面呢 三角 干面比较贵的 为什么 学生啊 学生啊 所以以前你们都吃干的还是水的 干的 我也吃水的 所以你是比较有钱的 有钱 不计较说多一脚钱 对 不计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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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计达